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网报冯绍峰相亲失败 想和赵丽颖复合 两人线下私会多次被拍 最近 有港媒爆出冯绍峰相亲失败 想与赵丽颖复合的消息 赵丽颖会为了孩子与他复婚吗 答案还真不好说 其他明星夫妻在离婚后 大多都是老死不相往来 反观冯绍峰和赵丽颖 两个人不但没有反目成仇 反而成为了好朋友 其中必然有两人为了儿子 想想健康成长的原因 但也有两人的婚姻本身没有矛盾 都是冯绍峰妈妈不满意饮宝 这个儿媳的原因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婚姻来得快去得更快 两人在恋爱期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就直接官宣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 刚结婚没多久 就直接宣布赵丽颖已经怀孕 不少网友猜测 冯绍两人很大可能是凤子成婚 在发现赵丽颖怀孕后 所以直接宣布了两个人要结婚 毕竟官宣结婚后没多久 儿子想想就出生了 如今两人已经离婚一年多 不可否认的是 在冯绍峰和赵丽颖离婚后 两人的事业发展真的是天壤之别 冯绍峰资源下滑严重 最近更是爆出为了一部戏 深夜陪导演喝酒以求资源的照片 反观赵丽颖 在离婚后颜值事业双双回春 时尚资源也越来越好 通过一年多的发展再一次成为娱乐圈的顶流女皇 冯绍峰和赵丽颖复合的消息不是第一次传出了 此前就由狗子拍到两人同时现身横店 深夜两人共进午餐后才一前一后相继离开 私底下两人也经常带儿子想想一起旅游相聚 不过少网友还是非常支持两人复合的 因为不管怎么样都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婚姻 本就出乎大众的意料之外 仿佛就是一场过瘾云雨 大家还没换过神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离婚了 我们都知道 冯绍峰和赵丽颖离婚 最大的原因就是冯妈妈 她觉得赵丽颖是农村出来的 更不喜欢事业心太强的女人 而银宝也不可能做一个 结婚之后就完全依赖男人的女人 所以双方矛盾很多 最终闹得走向离婚的地步 离婚后 冯绍峰不管是事业还是精神状态 貌似都颓废不堪 整个人也显得油腻发福了起来 想必冯妈妈看到儿子这个状态也很后悔 在一次节目中 冯妈妈也表示 是自己以前对儿子管束的太过严格 没有考虑到夫妻两个人的感受 身为婆婆 这种态度几乎就因为在告诉银宝 她知道以前做的不对 希望银宝跟自己儿子复合了吧 当然 这也仅仅只是冯妈妈的想法 究竟复婚不复婚 还是要看赵丽颖自身的意思 总体来说 虽然目前经常爆出两人即将复合的消息 但是官宣实锤的消息是一条也没有 粉丝们还是要理性吃瓜 不管怎样还是希望两人能够复婚在一起 因为这样才会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 毕竟不管什么时候 孩子都是无辜的 对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